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11月16日 星期三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疫情政策的最新發展 有專家直言 現在說有些地方連黃馬都可以進去 為何還要安心出行 說這星期日開始馬場已經可以不用掃疫苗通行證 這是不是一個開始的訊號 即是開始復償 其實各大地方應該要開始檢討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證的用法 兼且對外地遊客來說 這一刻的香港零加三 但外地旅客是否真的明白現在怎樣玩 還是仍然認為那三天就來到香港要住隔離酒店 說的是零加零還是零加三 其實對外的作用也挺大 至少是告訴外地旅客 香港是否已經全面復償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齊了解一下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越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重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明報的最新報導 指這個理解是不同 即是國二 李家超就說不再討論零加多少 梁柏言指零加零是比外國人復償的信息 而江玉歡就說象徵意義大於實際 報導的來文是 本港實施入境零加三近兩個月 特首李家超 日前見記者被問到和討論零加零的進展時間 回應指社會對零加零的理解是不同 各個都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政府不會再討論零加多少 重新本港採取風險管理策略 從中調教 醫管局前行政總裁梁柏言質疑 零加零並非純熟討論 而是對外的說法 形容外國人不會明白零加三 背後的其他放寬安排 立法會議員江玉歡也認為 零加零是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效果 希望政府交代零加三 會實行到何時 話說本港昨日新增5951宗陽性國安 當中5,431宗是本地感染 李家超日前在經濟日報專訪時說到 將會不斷改善零加三方案 亦都建議放棄零加零的說法 他昨天早上出席行政會議前見記者 被問到是否放棄零加零 他反問零加零代表甚麼 並只不會再討論本港實施是零加多少 他就說政府有為重要經濟活動 和國際盛事提供專門方案 例如旅遊業團進團出的安排 重新本港採取風險管理方式控疫 從中調校 又指內地確診數字上升 本港有責任確保 不會增加內地疫情風險 入境池黃色馬者 星期四開始放寬 可以進入博物館和樂園 梁柏妍早前質疑有關放寬安排 可以理解為限制性的零加零 他昨天接受明報的查詢時指 零加零是對外的訊息 他這樣說 外國人看新聞都是看零加多少 既然要推動復償 就要告訴別人 零加零 否則會被人未完全復償 零加零的感覺 他就說持黃色馬人士可以出入大部分地方 建議政府做好包裝 就說 等人知道零加三已經不是零加三 而是實施有限制的零加零安排 並清晰列出 食屎等黃馬禁入場所 梁柏妍建議下一步取消 進入商場等 處所有訴安心出行的要求 他這樣說 既然黃馬都去得 即是不高風險 為何還要人 都安心出行 他亦建議 可以減少女客的核酸檢測次數 已經打兩針的人士 縮短到 抵抗當日加多一天 即一共檢測兩次 期間就改為快測 而半年之內的康復者 更加可以直接取消核酸檢測 選委界議員 江玉歡認為零加三和設限的零加零 對這裏的女客和本港經濟作用有限 建議實行零加零是重要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效果 希望政府交代零加三會實行到何時 另外一直質疑政府不放寬到零加零的實證原卓議員 田北辰指 理解不推行零加零 和國家的防疫策略有關 所以他可以收貨 但是帶前提政府需要在零加三之下 容許米芝蓮三星餐廳 快餐店等等 設黃馬區 給黃馬的女客可以堂食 並容許他們可以在室內戴口罩做運動等等 否則他會繼續爭取零加零話 女議會主席徐黃美倫就認為 本港不實施零加零會減低對女客的吸引力 現在唯有先處理現行零加三優化方案 例如團進團出 並建議在宣傳下功夫 清晰讓女客知道哪些場所可以去 他亦期望取消或減少所有女客的核酸檢測 廠商會會長史立德就認為零加零和零加三 實際分別不大 相信政府將會陸續改善現行措施 並以七人籃球賽的觀眾場內飲食為例 希望爭取下個月舉行的公展會 亦可以場內飲食 一口氣和各位網友跟進了明報報導各大疫情政策的最新發展 以及各方面的意見 其實專家梁柏妍說連黃馬都可以很多地方將會入到 既然是這樣為何還要安心出行 另邊相對外國遊客來說 不知你零加三是改善還是不改善版 最重要是看你零加三還是零加零 若然還是零加三的話 其實未必太有吸引力 結果這個說法越來越多討論 大家知道現在特首不再討論零加多少 但眼前這個做法是否能夠振興香港經濟 相信各位網友心裡都有數 現在有個說法 大家就說接下來這星期日馬場都不用掃疫苗通行證 既是如此 是不是可以呢 黃馬都鬆了 是不是呢 既是如此應該要取消 安心出行 即是說接下來第一步你逐步來OK 取消 可能是商場 街市總之到處都開始不用 食肆慢慢來 現在又有個說法 不知道食肆要不要分黃區 南區 真是煩到 因為如果這樣做的話 方便 旅客來到香港 頭三天可以入食肆 不會像田北辰那樣說 違反了國賊 但是這樣做旅客又會否不明白呢 因為真的很複雜 情況如何我們會繼續跟進 零邊雙也跟進一下 昨天那宗 就是那個 杜倫起火 事件是非常驚險的 亦有最新的 跟進 根據經濟日報的報導 街道在烏溪沙海面起火 聲威實業有限公司就說救生衣的數目 是絕對足夠船上所有人使用 報導的流文是這樣的 一手街道道輪 就在11月15日下午 駛經烏溪沙附近海面的時間 船上突然發生火警 當時船上有超過100位乘客 船長報警求助 多位船員撲救 和疏散乘客到下層位置 聲威實業有限公司在今天11月16日在社交平台表示 關於昨天水上巴士意外 公司所有船隻都有經海事處的檢驗 每年都需要進行連檢 故此救生衣的數目絕對足夠船上所有人使用 只是當時情況較為混亂 所有乘客都跑去船尾 船艙的救生衣 市民並沒有去取用 對所有受影響的乘客感到十分抱歉 話說昨天發生這宗杜輪起火的意外 嚇到超過100位乘客死 當中有乘客指 在混亂之間搶不到救生衣 要捉住救生衣的朋友 也作出最壞打算 幸好最後沒有事 去驚一場 相關船公司說船上救生衣的數目絕對足夠 另一篇雙也說說這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行政會議最快下星期二討論調整電費 中電曾經預告加電費無可避免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消息指 行政會議下星期二 將會商討明年的電費安排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同日下午舉行牙會議 議程包括 和兩間電力公司進行的周年電費檢討 好 中電高級顧問選委屆立法會議員 陳紹雄 向星島日報表示 受俄烏戰爭 國際燃料價格急升 和那個影響下 明年本港電費肯定加 但具體加幅就有待決定 他指出本港電費分為基本電費和燃料價格 香港要靠進口燃料必定受國際燃料價格上升影響 鄰近香港的新加坡和日本等地 近期電費也急增四成以上 英國甚至加價一倍 因此 香港的電費必定會加 但他估計加幅不會達到很高的雙位數 因為本港 部分燃料供應合約屬於長弱 可以減低受近期國際燃料價格波動影響 不說不知 原來有議員同時地是中電的高級顧問 說已經預告定了 一定會加電費 差在加多少 相關的一些人士就說 加的加坡未必會是很高的雙位數 你加雙位數已經很離譜了 對我們香港現在疫情的影響 經濟那麼差還要給你加電費 真是 在以往這些電力公司要調整電費 要過行政會議和立法會兩關 這一次就看來沒甚麼阻力 要加電費 加多少不知道 不過我們先站硬立場 剛才我們認為不應該加的 這個時間你沒理由向我們老百姓開刀 不知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妨劉國賢一起說一說 我是狂安靜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